聊到詹姆斯哈登池 杜兰特沉默许久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在雷霆时期 我就知道 他一定会成为联盟最好的得分手 不过2012年 他一定不会想到 2018年 这个输球后茫然无措 然后试图安慰自己的弟弟 会成为阻止自己两连贯的 最大敌人 2017年休赛季 勇士得到了最好消息 欧文公开炮轰詹姆斯 然后远走绿军 克里夫兰三巨头 正式成为力士 不过联盟的其他28支球队 也都用了一个赛季 做好了屈击勇士的规划 其中最好的那个 就是同处西部的休斯顿火箭 他们以七换一交易到了保罗 再搭配上联盟最强的得分手哈登 组成了传奇的抗勇联盟 并且在赛季揭幕战 勇士还是输给了他们 杜兰特决杀超时成为了遗憾 赛季过程中所有人也都知道 今年谁赢得西决 谁就会是最后的总冠军 勇士的运气也不是很好 常规赛伤柄连绵 主力连续缺阵 果不其然 丢掉了常规赛战绩 投命的位置 西部决赛 面对火箭的第五战 还被赢了天王山 但支撑球队一整年的杜兰特 站了出来 绝命的抢期大战 他多次和火箭的最强单打手哈登 直接对位 显然经过了六场敖战 大胡子已经体力殆尽 但杜兰特还没有累到极致 他单场21中11 轰下34分 带队以9分的差距 成功挺进决赛 当然 对手还是熟悉的克里夫兰 只不过 这里只剩下了一个体力槽 完全空掉的全力詹 这三算是整个系列赛 最有悬念的一场 库里汤姆森双双牙火 詹姆斯大有一举翻盘的迹象 又是杜兰特 他全场轰下43分 13个篮板 最后时刻单吃乐夫 然后超远三分 盖管定论 又一次带队 把总冠军稳稳地收入了囊中 但捧着第二座总冠军的杜兰特 想不到 整整两年 这只勇士 还是把他当成了一个雇佣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